印度印刷报6月12日文章原题 老大哥问题与印度不同 中国与我们邻国的关系没有受到历史的损害 过去20年 中国在印度周边地区的战略利益 推动了北京与该地区的接触 但这并不是一个完全单方面的决定 多年来各国的需求也是一个拉动因素 支持了北京的行动 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一个重要原因是地区国家眼里的印度霸权 但随着中国的崛起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以及中国在该地区越来越多的参与 地区各国政府将北京视为抗衡新德里的一个区域外力量 北京已经确立起作为抵御重大政治变化的关键合作伙伴地位 包括在基础设施和投融资领域 这使他们在与任何发展中国家交往方面处于有利地位 无论谁执政 毫无疑问 中国也是一个经济上具有吸引力的伙伴 尤其是在发展援助方面 过去20年 中国在印度周边地区的投资大幅增加 包括互联互通和运输 能源 科技 房地产等等 诚然 印度在每个邻国都有许多发展项目 但无法与中国的相提并论 中国游客是流入印度周边地区 另一个宝贵且不断增长的资源 特别是对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等依赖旅游业的国家来说 另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 相比新德里 周边国家认为北京是一个政治上可靠的伙伴 与印度相比 中国与印度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 没有受到历史和国家建设的损害 对斯里兰卡 孟加拉国 甚至缅甸来说 宗教 种族和语言纽带 将他们与印度联系在一起 但这往往导致 他们与印度的关系出现争议 并影响双边关系的发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